字幕提供 P厂版本, 官方战队, 银战士 慢慢讲 不论P厂版本, 或者DX版本, 我都拍过 P厂的特色就是这些银子 为什么会留这么多年在这里呢? 就是希望终于一天, 科技先进一点 有些方面的件我容易改造 终于被我等到 但是为什么会留P厂呢? 玩惯的人就知道了 因为DX玩具本身, 因为这些件是逐件扣上去 而且它要就去原生底板的设计 所以就算P厂和DX版同样大小 两个是差不多大小 DX版本, 里面的位置是硬硬硬硬, 不能走 很少虚位 反而P厂一体成型, 里面有多些虚位 只要把这些机器拿走 就可以有很多地方给改造 还有两大重点, 其实三个 只適合 它因为有厚和硬硬硬硬的胶 没有那么容易损坏 还有第二个原因 DX玩具通常要有很多噴油, 电道 很少会用这些静色 还有这里 就算有油, 有上色的地方 盖上, 这些面就少 没有那么多撞花撞崩的机会 고요 Anal采刷套套套套套公 destrucción 还有第三个原因 南亚喇叭 不需要我解释, 你們已熟悉我 我也是薄薄的, 因為我欣欣的位置 其實我趁過連收屋找出來 真的差不多大 但是沒有工具 沒有卡尺 盲腦目測 看起來欣欣差不多 原身好像圈 然後拆出來 一落錢便是, 沒得回頭 誰知真是這個圈的直徑 拿走這個 喇叭面的圈剛剛蓋起來 這樣便完成了 做少許多功夫 然後可以把整個底板嵌進去 當然出現問題是怎樣 那些按鈕和差勵位怎樣弄作呢 就遮蓋了 所以想到方法是怎樣 就是把主開關 因為這個是主開關電源 還有用來聽電話 就像是打開關電源 所以不懂解釋 所以就把線弄出來 還有一個按鈕 那充電位呢 反正在2018年 給錢更新 我做一個USB線口 現成也可以 用一個短的USB線 充電線 插住了充電位 這個孔也不用開 本身就是銀子的孔 本來是想內床的 但想想 算了 反正都要給戰隊upgrade 沒理由 2018年 USB頭也沒有過 不行的 這麼樂口 白色環 外置式 塗了一個 黏在這裡 哇 全新 耶 這麼像樣子 什麼年代 USB頭也沒有過 因為我現在是 歐落大機的Youtube來播 所以看看大機那邊 有沒有睡眠長大 有煩 那 我這裡只要出了一顆 主機的轉換 它的功能做到多少 大家熟悉我 到時你的手機 只要你的歌 是入了 你腰的歌 聲效 或者BGM 到時一按就出了 你自己想 如何設定那些功能 你們熟悉我 那 為什麼不直接做好一點 它現在變成這樣 它裡面的燈 本身是走燈的 那 那個 我不能夠加 那 我亦都連加開關 關燈 和轉燈 我懶得了 那 它有型 戴著你的手 說一下 說一下 旁邊 人家向著人說話 算不算 帥氣 那 真是想要 飛光 裡面的燈 功能出來 這裏我真的不知如何 沒有太多位置放 還有 至於這裏開不開 這個框 再把真錶放進去 那 我這裏暫時 沒辦法了 因為這裏 鋸開了之後 還要打磨 那些 沒有工具 我得知羅斯批 剪鉗 辣雞 就是這麼多 三件衣服 只能夠做到這麼多 至於 真的想 高要求 做回所有功能 例如 理論上 這裏做回真案件 來控制 不難的 他叫那些 要不要叫那班 專業玩具高手 搞 好不好 不要叫我 我洗廁所 反正香港有這麼多 玩玩 這麼專業玩玩具 玩具高手 句句 叫他們搞 那 沒有這裏 差不多 技術 其實層面的東西 不要轉 不要轉 那邊的功能 我怕版本問題被人告 用這裏算了 會慢一點 因為要錄機 至於他可能上多少 你們自己想 打招呼